陆续的撤离 因为救援是从昨天下午开始的 一直持续了一整夜的时间 总共从现场救出了23人受伤 其中9人是重伤 根据指挥部的初步统计 进行房屋抬升的一个这样的施工 在抬升的过程中是发生了房屋倒震 从南央来的施工人员的人数一共是53人 那现在这53名施工人员 另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施工队的老板 已经是被警方控制了 那虽然一定要进行严加的管理 让这样的悲剧不再一再的发生争利 来进行房屋整体的抬升的这样复杂的施工 其实是具有很大的威胁 刚就在一分钟前 我看到他们又将这个担架抬了进去 看到现场已经是有 又有一名被困人员 被咱们这个消防官兵抬出来了 因此现场还是正在进行这样一个紧张 就这样